好 欢迎再回到欢迎全世界 来看到美国大选刚落幕呢 两场在南美洲的全球领袖峰会就要接力登场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 并渴望跟即将现任的美国总统拜登 举行最后一次拜席会 那选后啊 当然就是要准备面对这个川普2.0的华府了 那其实拜席两人呢 去年在出席旧金山iPad峰会的时候 虽然因为当时有这个间谍气球的事件 关系是比较有疏离感的 但会后其实中美从政治 从军事到经济各方面的沟通管道 是有陆续恢复的正面效果 所以下周的秘鲁拜席会 有外媒就定调 可能会像是像这个拜登总统告别的老友告别会 我以为你这边怎么预测 这个拜席会最终章的调性 其实拜登对中国大陆的策略是非常清楚 就是我一边这个打你 我一边打你 攻击你 一边呢又握手 不如说是什么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但是的确是这样 就是我对你的打压 经贸上的打压 在你周遭的军事演习结合 北约的国家 还有日本啊 南韩啊 菲律宾啊 在中国大陆周遭演习 是不断不断在演习 越来越密集 对 经贸上对中国大陆也是打压越重 比川普那个时候还更重 那其实你说中国大陆 我跟你讲 三岁小孩都看得懂嘛 你一边打我 一边给我握手 那北京其实 坦白讲对拜登 已经没有存什么太大希望 因为你看 常常都是拜登 自己要求跟习近平视讯 或通电话 有很 也大多数的 美国的高官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也是美国提出要求 那中国大陆为什么还是接受呢 还是要通话 还是要接受上访问呢 他认为啊 在冲突 扩大冲突也不好了 大家都不好 大陆坦白讲 就几乎那无奈了 对美国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奢望 因为这个必须是 共和党跟民主党的看法都很接近 说实话 那现在你拜登都已经 要选输了嘛 你马上就要卸任了 而且呢 拜登这次成为民主党的过街老鼠 这个佩洛西已经第一个出来发难攻击了 就认为说 Harris会选输 选得这么惨 你拜登要负最大责任 Harris只有100天可以选举 你拜登早就应该下来了 对不对 你已经行动不方便 说话颠三倒四 结果你还这样搞 所以拜登在民主党未来来讲 毫无影响力 不像有些美国总统下来以后 他还有他的影响力 比如像欧巴马 甚至克林顿 我跟你讲拜登是完全 他就是 未来就是只有被人家责备了更多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其实中国大陆 对拜登来讲 大家就是 行李如鱼 大家就要见面就见个面嘛 不见总比 见总比不见好嘛 但是我认为 中国大陆对拜登 这个马上就要下去的 这样政治联务 没有任何的期盼 好 应该北京这边 不会对拜登总统 有一些太多的琢磨 就是把场面的事情 走完就好 那如果拜登下川普上 会是2025年开始 全球政局的一大转变 那中国大陆 近日接连表达了 期盼美中稳定发展的立场 那个党媒 人民日报这边也强调了 这个必须持续地推动 中美关系 稳下去 好起来向前走 那习近平主席 除了向川普当选总统后 送了他的这个八字真言 就是何则两利 斗则俱伤 其实这八字真言 就已经很明确表达了态度 那想问一下 大使这边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说 川普这是第二次啦 当总统 他招数都差不多 他就是要搞 要搞关税嘛 要美国利益优先嘛 那可是我觉得这一次 他的这个战线铺的太长了 他不是针对中国大陆 他针对欧盟 针对这个 这个墨西哥 针对日本 针对韩国 他都有攻击过 都认为这些国家 是对不起美国的 那对于台湾来讲的话 他居然说我们偷了他的金片 还要缴保护费 还要缴保护费 所以他事实上的话 他是这个好 这个好 不是火力旺盛 他是炮火乱射 他是一个 怎么讲呢 他的措辞也像是一个 就是一个 Lose Cannon 就是说 这个口出狂言 他做不做得到的问题 那他在外交上讲了那么多 内政上 哇 那个工作又更了不起 他要怎么样 他要把这个 所有的非法移民 都要赶出美国 历史 人类历史上 最大的一个遣返 然后还要怎么样 还要 还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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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 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可是眼前的事情 你看看 俄乌战争 他搞得定吗 俄乌战争就搞不定 第二个呢 尾巴冲突搞得定吗 也搞不定 这两个 他就搞不定 第三个 我觉得他要把 这个好 美国的非法移民 赶出美国 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呢 他什么时候抽出手来 真正来对付 这个不管在贸易上 对付欧盟也好 对付中国也好 对付这个日本也好 我觉得 他没有这么多的力量 那所以就在这个 这个他这种炮火 像这个 360度角度的时候 到乱打的时候 最好的策略就是 必时急需 让他先找他 想要做的事情 不要把自己太突出来 那我觉得习近平 对这个 对这个 对这个川普的贺词里面 自软中带硬 他有第一句就讲 是什么 要相互尊重 也就是说你不尊重我 我也不见得尊重你 所以就采取了一个 不会很软的态度 然后呢 也有些劝说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在这种时候 对付川普 有两个做法 一个就是说 你不要去怎么样 把他所有的这个 注意力都引到你身上来 可是第二点呢 他来找你的时候 你又不能太弱 因为川普这种性格 就是百分之百的怎么样 就是柿子兼软的吃 你谁好吃的话 因为他现在目标太多了 他一口咬一个硬的 他一定放丢下来 他去吃个软的柿子 所以呢 又不能软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需要很多的怎么样 很多的这个 智慧 还有经验 那第一个 跟美国人打交道 绝对不能软 那距离 距离 要抗争 不是力争 距离抗争 然后另一方面的话 如果说 不能尊重的话 那也要怎么样 那也要反击 那也就是说 其实 川普在这次竞选中里面 可以说把全世界都骂进去了 全世界都骂进去了 没有一个国家对得起美国 对不对 我们蔡英文买了他180亿美金 还要说我们 180亿美金的这个武器 对他渔去 让他这个好渔去一丑 把我们台积电都抢走了 他还说我们偷他的晶片 他还说我们要花 我们的自己10%的GDP 来搞军费 这样强销武器 有这样搞法的吗 你越软 他最后就把你 你就看过去 哪一个政府 对美国最软 就是蔡英文政府 最软的最后就被他怎么样 咬得更凶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是要用智慧 也要有自己的立场 然后软硬兼施才行 如果只有一味的软的话 就跟现在怎么讲呢 台积电抢走了还不说 2奈米也要到美国去 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 他就是得寸进尺啊 了解 好 确实跟这个美国政府打交道 也要很多的智慧 这边想请教一下庄教授 怎么看现在川普2.0 整个班师回潮了 未来美中两强影响下 台湾产生的影响 包含我们刚刚说蔡政府 到现在的赖政府 我们该用怎么样的态度来念 是的 根据网络大数据业者的分析 川普当选之后 就有两岸的网络群群做了整理 发现竟然两边都是正面情绪居多 那大家觉得非常压抑嘛 照理来讲应该两样情 应该互相矛盾嘛 那台湾这边 正面程序居多的原因就是说 川普第一任期内 对中国到采用封锁政策围堵 然后有很多强益措施 所以有部分台湾的网友想象说 万一不幸台海爆发冲突 川普应该会理论上 比较容易挺台湾 比较安心 可是大陆那边 为什么会给他正面情绪呢 进一步分析有三个可能 第一个因为川普平常口无责然嘛 表情丰富 自己动作很多 相较于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拘谨严肃 不要巴骨 而且这个讲话很小心 锦小胜围来讲 川普不要有戏 不要有娱乐价值 不要有梗 有笑点 所以大家觉得说 这个带来欢乐也不错 看个乐这样 对 第二个呢 则是 所以川普有个昵称叫懂王 什么都懂的国王 就是自以为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事实上经常搞笑 第二个呢 大陆网民对川普有一个川建国的一个另外一种逆称 所以川建国就是协助新中国建设的一个建国同志 川普同志 那因为川普在任内对中国的封锁 还有这个很多这个抵制行为 不友善的这个政策呢 让部分中国王民认为 这个可以协助中国的产业获得转换的机会 升级的机会 就要比一个这个青春期的这个蓝海 变成一个大人 就是转骨 那当然有另外一个讲法 就是说川普是回来乱美国的 如果川普在任之后 回去把美国搞乱 所以对中国也有帮助 所以呢 就是有要川建国的一个称号 不过回到现实面 美中对抗是不可逆的潮流 也是必然的潮流 今天回到2020 如果不是拜登当选 又川普当选 一样美中对抗 2024如果贺锡进当选 一样美中对抗 甚至我们在场任何一个人当选 一样是美中对抗 所以呢 就看谁的底气够 谁的友邦多 基本上你国力越强 友邦拉越多了 那一方就有可能获胜 好 那稍后回来的节目呢 我们要继续跟三位来宾探讨的是 讨论欧盟 现在对中国大陆电动车的 关税替代方案 还在谈判 以及这个一带一路的契机 有没有办法让中国电动车 强势布局全球市场如虎添翼 马上回来 你好 欢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来看到中国商务部发言人 巴日说呢 中欧技术团队目前 已经在北京进行了 五轮的磋商了 并就欧盟对华的电动车 反补贴案 价格承诺方案呢 具体内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双方取得一定的进展 由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说 会提高进口汽车关税的隐忧 让中国跟德国制造商 在内的这些汽车制造商股价 是普遍走跌的 那欧盟与中国呢 就电动汽车关税的替代方案 持续在谈判交涉 在美国总统大选这个不确定性 落幕之后 价格承试觉得 中欧有没有可能 进行一定程度的联手 来应对川普的关税大盗 我觉得就是说 当然这个美国对关税 对中对欧的打击是分开的 可是呢 我觉得现在会 可能会比较恐慌性比较强的 是德国的汽车 甚至欧洲的汽车 因为川普在竞选的时候 常常讲说 讲过好几次 他说当时跟梅克尔讲说 为什么 我们美国满街都是 你德国的汽车 到了德国 没有看到一部 我们美国的汽车 他就觉得就是说 欧盟国家 在这些产品上 对美国的产品 是一种歧视 不是一种这种 互惠性质的 因为他讲这个 农产品部分 欧盟的保护主义 所以如果说 川普上来以后 在这个工业产品 汽车产品上 他希望对欧洲 做出对等的一种 市场开放的话 那如果说欧洲 没法达成川普希望 很可能欧洲的车 在美国市场上 也会遭受到 惩罚性关税 可能第一个 遭受惩罚性关税 20%惩罚性关税 就是欧洲的汽车 那现在欧洲的汽车 尤其德国汽车 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中国市场上 它的这个销售 自然的就已经在下降了 如果中国大陆在 因为这个有关电动车 欧洲对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增发惩罚性关税的时候 中国大陆对欧洲的汽车 尤其所谓的大锡锡速的引擎 大2.5公升上的引擎 这种车 增加额外干税的话 那等于对德国车来讲 是雪上扎霜 所以德国车本来 在中国大陆市场上 是一种慢慢自然衰退 在美国市场上还是怎么样 还是独占凹头情况下 它突然变成 中美两个市场 都出现问题的话 那它当然会很小心 起码说 现在川普这么不可测的情况 我把中国的市场保住 不要中国市场 因为电动车 欧盟对中国电动车 这个增加这个所谓的 反倾销税以后 中国大陆采取报复措施 对欧洲进口的 2.5公升以上的 这种引擎素的这种 汽车增加额外关税 那不就针对德国车吗 德国车都是这些大CC数的 那所以就是说 德国车我想 它应该会加强 对欧盟的压力 在美国市场 可能发生状况之下 起码中国市场 不要再生变 如果两面加工的话 你看这个已经讲了 它这个股价 B&W保时捷 通通怎么样下降 所以我觉得 这个川普上台 我觉得对于中欧的汽车的 有关电动车的谈判 对中国大陆是有利的 好我们说这个风水轮流转 在这个还在兰油车时期 不管是美国车 德国车 还是日本车的强势 到了新能源车时代 中国这边占得先机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管是BRD 不管是小米等等 那也反映了现在德国传统汽车 他们行业面临的重大转型挑战 我们说这个德国车代表性的2BEA 其中那个EA 奥迪呢 今年第三季的营业额利润 就暴跌了百分之九十一啊 相当相当的惨烈 那在电动车时代 中国制造崛起 那德国传统车场 打不过 加入会不会是一条路呢 那奥迪现在跟这个中企合作的这一步棋 想请委员帮我们点评 你觉得是正确的吗 完全正确 政治跟商业其实很接近 你斗不过人家就跟人家合作嘛 要不然就把他并吞掉 兼并掉 问题是你吞不下去嘛 所以当然就合作 因为奥迪去年真的是重挫 他原来 今年 他去年就还卖了 奥迪在大陆卖了七十二万九千 大概就七十三万辆啊 所以是 等于是 大陆市场是奥迪在全世界最大的 这样一个销售的一个市场嘛 所以你现在打不过他怎么办 中国大陆其实我很配舞他一点啊 当西方国家都还在 急着在卖传统车辆的时候 就是那个所谓的 那个烧油燃油车辆的时候 他已经在搞电动车了 所以他的电动车 他的技术一流了 连那个就这个加州的州长到了这个去看了那个小米啊 他的汽车 他就讲我都想买啊 他还进行试车就太舒服了 所以你现在你就是就是这个电动车就是王道嘛 你要就这个地球 你一定要减碳 你要减碳的话 那个排气排碳量这么高的这个汽车 这个领域你一定要先解决嘛 一定要转型嘛 所以你去跟中国大陆合作 尤其是跟这个比亚迪合作的话 这是王道 这是没有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 而且对大家都有利 因为欧迪是个好牌子嘛 那这个比亚迪也是个好牌子 那强者加强者 那大概就会变得更强嘛 但是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趋势啦 因为中国大陆也不能不这样做 因为中国大陆这个所谓的电动车 这个扣税的问题啊 那他这个欧洲现在也在看 你怎么解决 所以中国大陆有好几个场到欧洲去设厂嘛 设厂合作 这个大概也是必走的一条路 是 好 我们说这个向委员说的 中国大陆由于在这个新能源车的发展 算是倾尽全力 然后这个赛道选择又选择得很早 所以现在确实是在 整个全球来说是一个领同洋的定位 我们从更多的数据来看 就是中国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今年1到8月 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国家的汽车商品累积 金额高达了861.8亿美元 这个年增幅是15.5% 那中国的电动车除了可以出口 你要知道电动车除了是卖车之外 它还有什么电动机装啊 电池后勤各方面 它是一个整个体系的 那中国在这方面都有这个外销的能力 所以现在依所比亚 他们也想推为了净零这个目标 来禁止燃油车的进口 而是力推电动车 那刚好中国在这方面就可以帮上忙 来帮他们建制这个所谓的电动车产业链 不管是上太油的电池 除能 基础设施等等 这方面中国都是强项 所以庄老师觉得在一带一路 这样的背景下 不过如果北京想协助更多 这种第三世界国家 来发展这种能源转型 或者是电动车 觉得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气质 以所比亚这个国家 到外面翻译成艾塞尔比亚 那对台湾来讲既遥远又陌生 遥远是因为它离台湾9000公里 在地球另外一边 既陌生则是除了中学第一课本 有听过之外 平日完全没有关联 可是不能小问他 他人口一亿3000万 是非洲第二大国 比日本人口还多 那对中国来讲 这个除了 这个是金砖五国里面的新成员 因为金砖五国峰会 在今年9月 多了这个西亚的阿联酋跟伊朗 也多了非洲的埃及跟伊索比亚 所以是金砖九国里面的新朋友 那也是一带一路的一个示范区 因为一带一路推了快十点 坦白讲有些地方雷声大雨点小 有的国家甚至还有负面的声音 那这个在伊索比亚只是比较正面 因为中国政府协助它新建了 在中部的阿达阿玛 新建了一个最大的风力发电厂 然后也协助伊索比亚跟隔壁的国家 这个新建一个800公里长的一个铁路 那是非洲第一条符合现代化 电气化双轨规格的一个铁路 所以基本上它算一个成功的地区 那当然又有欧美国家 这个有点酸的批评说 中国在搞新资源主义 掌控了这个伊索比亚基础建设 也让它背负很多国债 不过基本上伊索比亚并还是心甘情愿 当然 而且那些国债也是很多因素累积的 那这方面的声音在他们自己国内反而没有发酵 那刚刚提到说中国在伊索比亚 有可能有哪些在电动车的商机呢 基本上相对于在北美还有欧洲 被严重卡脖子 用非常大的一个关税来控制 在非洲 中国电动车可以说畅行无阻 几乎没有这样的一个威胁 所以你可以在 不只是在伊索比亚 在最大国这个奈及利亚 你看到相关新闻片或纪录片 都有看到中国各种厂牌 各种logo电动车在那边畅行无阻 而且有这个电动汽车 还有电动二轮车三轮车 还有电动巴士等等 非常蓬勃的市场 所以对中国来讲 最大意义第一个就是说 有一个很大的销售市场 第二个意义呢 因为电动车生产 陈苏主任讲的 有上 中 下 三个不同的一个垂直产业链 上游的话就像稀土元素 可以来做电池 或是马达的相关主电 像碳刷这些金属元素等等 那中游的话则是像轮胎车体 仪标板 甚至呢导航设置等等 下游的话则是改装市场 或售后服务市场 那么对于中国来讲 现在的伊索比亚 比较有可能就是说 除了销售之外 有可能开采相关的元素 或新建相关的这个 比较低阶的零附件 那对于中国既有的电动车产业 形成一个互补的一个功效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中国产业在这边 不像在北美或欧洲 被紧紧地掐住 在这里等于是一个 有待开发的 一亿人以上的大市场 所以前景应该可行 对 因为我们就说就是 不管你去美国 去欧洲 他们可能那个电动装的体制